主席 政府的整体财政税尊洁支出 只有在少数几个特别的项目上有增加 大部分都是减少 好,那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做两岸协商规划与情势模拟经费 对,这是增加的部分 是增加的 因应这个 没有啊,简列啊 简列四十七万五千啊 哦,是,对 你们在模拟什么啊 这是机密还是非机密 如果委员同意的话,我想请我们处长来说 好,请说 基本上跟委员报告 这个两岸协商规划及情势模拟呢 我们是按照去年 今年的实际使用的情形 该减的就减 那么也有参考去年和今年 那么两岸模拟情势模拟 我们有各种各种想定各种兵推 经常心里在作业 那么今年 102年这个经费是减少 从300多万减为120几万 因为我们快看实际支用情形是怎么样子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黄金时间下的 两岸政策动态平衡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新增的计划 在这个两岸协商规划里面有200万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 它的性质有点重复 所以我们把该减的减该增加的增加 所以合起来是增加的 是 那这个 这个是 不是应该列入国安系统来处理的 还是在陆委会处理的 其实陆委会本来就是国安系统的一部分 那我们有我们职责上必须要处理的部分 OK 下次希望你们处理一下有关这个 金融跟经济的互动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货币 就是 海基会的补助啊 是两亿七百九十三万六千 是 减了三千 减了三千五百万啊 对 那是因为那个海基会它今年成立新大楼 所以本来之前的那个办公 旧的那个大楼的租金就可以不用 那租金就大概三千多万 所以我们其实简列的部分就是 本来在补贴他们租金的那个部分 但是你这边写的是简列 办理两岸协商谈判及提供民众相关服务 它可能是那项目生的名称 但实质上就是海基会原来的那个大楼租金 因为现在成立有新大楼 不用再补贴了 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啊 是中华发展基金啊 减了大约两千 两千多万吧 两千多万 对 但是将近两千万啊 对 但是幅度是45.87%啊 因为政府财政拮据的关系 所以今年这个等于补到中华发展基金就 大幅的 那他们整个业务量不是大幅萎 他的支出面 委员看他应该还是五千四百多万 支出面也是有减少一点几百万 等于说支出面 并没有减少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维持 他基本的运作 但是因为 这个如果会拨进去的钱减少 所以的确会导致 他这个基金的那个本金就 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对啊 你短促了三千万 是的 没有错 纯粹是因为预算的问题 是的 那你能够做多久 能够持续多久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如果万一这个比例不变的话 有可能105年 民国105年就没有基金 对 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还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好 这个是有关预算的部分 我们先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么现在有关到底 陆委会的角色 现在越来越多 录制来谈 到目前最近的统计 知道大概有多少 从我们开放到现在 大概是3.11亿美金左右 然后大概是297个案子吧 有没有任何进展 新的进展 他至于是跟上个会期比较起来的话 上个会期也是3亿多 没有 因为那个是最近的统计 到到最近的 就是说这半年来 因为我们第一会接受 陆委会也来报告 今年蛮多的 今年我如果没记错 是今年有1亿多美金进来 今年 好 所以他持续都有在进来 那上周在在内政委员会 针对陆资来台的部分 有一个那个 呃等于说 好 专案的这个报告 我知道 那未来就是呃会朝向 法规方面我们会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 他们来台谁在进行 必要的协助或辅导 或者是窗口 呃 陆资 基本上 是海西会吗 是海西会来处理吗 经济部 好 投审会会进行审查 好 所以他要进来的时候 事实上他要先进到投审会 那投审会如果 那他们遇到了问题 我们所察觉的是 连投审会的官员都告诉我们 这些陆资进来以后 他们遇到了重重的关卡 重重的问题 我们有一些 我们有没有特别的服务的单位来替他们协助这些问题的解决 呃基本上那个经济部那边应该有针对招商的部分 呃有个全球招商联合服务中心 招商进来以后遇到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他们要买一个假定今天他们在采购国内的钢品的 他们决定要买一个办公处所 呃我们几个包括陆委会跟经济部 几个相关单位 我们其实针对陆资来台 他所附随的专业经理人 他生活上 好 可能他遇到 你知道一个软体公司进来 一个软体大陆软体公司进来 他要征聘员工 去帮忙这个去做这个软体的规划 软体工程师 他如果从大陆聘来的话 我们要多少多少美金的投资才可以征聘一名 针对他的那个金额有不同的对应 就是说如果他投资金额到一个程度可以聘多少人 那这个部分的规定 包括外资的投资也都有类似的 你知道软体跟硬体的差别吗 成立一个DRAM 买一个建一个TFT CD厂跟一个软体公司 完全不一样 对规模 我跟你们报告 这个是你们应该负责相当熟悉的 50万美金聘一名大陆员工 我不是说大陆员工应该不来 而是说他的性质本身软体公司资本是其次 人力是重点 那结果呢 你一定要50万美金 但是他成立 他要去做一个program 他做一个software program 他可能要雇个二三十个大陆员工 加上国内的员工 然后可能二三十个大陆员工 二十个员工的话 你要50万 立刻他要投入1000万美金进来 我们台湾有多少软体公司有1000万美金的投资 我觉得这些要产业政策的选择 对 我是说这是你们的管理啊 对我们会跟 所以我才问 到底陆委会 第一个窗口是谁 服务的窗口是谁 陆委会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中间任何遇到的问题中间如何有这个feedback 回馈 然后重新在政策的制定上面 能够符合实际的需要 我想了解的是这个问题 陆委会的经济处跟经济部那边是保持密切的联络了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再请 这个问题显然你还是不太清楚 但我要请问一个 在台湾的分公司 一个外国公司 如果他可能在任何世界任何地方 但他就是不是陆资 这个台湾的分公司是一个外资 结果这个外资被陆资吃掉了 合并了 请问这个台湾分公司 是陆资还是外资 对于外资 他就是说他是在第三地的这个部分 他其实有个认定标准 包括说他持股 是不是有超过比如说30% 或者有没有控制力 我再讲一次 一个外资公司 就算我们最简单的 100%持有 在台湾设一个分公司 这个外资公司 100%的外国人 被陆资进入 100% 那就是陆资了 会认定成 我们怎么处理 如果委员同意的话 是不是我们让我们经济处长来回答 好请说 谢谢 因为他如果已经身份转换的话 他在这个 就是 等于他资金移转过程 还会再经过我们的经济部投审会那边 重新再做 要重新申请 那如果他来不及申请 他有没有自首的机会 还是要被处罚 现在并没有处罚 而是说他会 如果有人举证的时候 他会去查 那但是一般来说 因为他申请 股权或资金的移转之间 其实是 其实是外资 也是经过投审会的申请 对 他已经申请过了 我想他今天已经在台湾经营了 只是他的母公司的股权遭到转换了 对 他把股权移到所谓的入资的手中的时候 他再经过一次的审查 对啊 那审查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你就看他这个投资的项目 你就增加不确定性吗 对 增加风险吗 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什么 就重来一次 因为我们对外资跟入资 在某些部分是不一样的关系 好 那再请问一下 如果一个外资公司进来 入资公司进来 投审会在审查的时候 文件没有不够 怎么办 文件不足怎么办 补件 补件 不准后补 外侨可以 外资公司可以 根据我们得到的讯息 外资公司可以 入资不行 我想讲就是说 今天很重点是说 你们把自己界定成政策主导单位 政策定位在政策单位 那就变成要如何去落实你的政策 比如说是入资进入台湾 你就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窗口 让他去解决所有该解决的问题 我以前以为海机会可以解决 结果你说不是 是经济部 应该是经济部 我们事实上需要经济部还是海机会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 总而言之 要有一个合理的窗口 同时这个窗口本身跟陆委会之间 是要有经常的往来沟通 讯息的交换 让你的政策真正能够落实 否则就像你过去报告的 1200亿的台湾资金进到了大陆 但是只有3亿的资金来到台湾 这个严重的不对称 有的时候问题在我们 好不好 谢谢 谢谢